第一个的话请看一下这个题目 第二个的话相关的说明 因为我们时间有限 所以我建议各位可以到我的部落格上面去学习 部落格要找到很简单 就是打一个关键字吴老师 另外请你在网制搜寻里面找一下Word2007 其实这个地方因为我讲过 Word2010的题目跟Word2007的题目基本上很类似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Word2007 那就会出现有几个连结 应该是第一个连结就有了 第一个连结你把它 因为我在东吴跟原字都有上类似的课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第八次上课 里面点进来之后 这边就有第一类到第一学科 数科的话一到六类 那这边就会 因为今天我有讲过 我们原则上这边有六类 可是呢 时间不够 那我们主要是讲实用级的 就第一个等级的 就是234类 234的双数题 所以今天会先讲202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说你想要先预习的话 可以从这边点下去 就会开始上课了 实际上呢 就是直接在YouTube云端上面上课了 那有很多同学等不及的话 就可以先在这边先看 你可以放到最大 放到最大可以看 那这个地方就是原生原营 不过放大好像它这个解析度又要重跑 OK就会花一点时间 OK那就有一个讲解的步骤 那基本上呢 有202 204 206 208 还有210 第二类的都在这里了 然后第304 302 304都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要找后面的话 你就再找一下下一次的 反正搜寻一下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 没问题 那理论上 2007跟2010的类似 所以你大概看一下这个解说 大概也就知道我上课的方式了 好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把这个系统安装起来之后 在你的桌面上 也会看到 这个程式 有没有 那把它打开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做那个练习 第一个 在数科练习 这边点一下 记得是数科 不是学科 不要点错 数科练习里面呢 找到 因为只有一个 WORD 然后呢 类别的话是第几类呢 第二类 这有关于段落编辑的基本技能 了解段落 我想WORD 应该每个